今期第二站 我們回來中國山西 山西蒙山景區 4月6日至28日 舉辦漢服園遊會 漢服愛好者可免費遊覽景區 還在最美人間4月天 我這個是明智的 從小時候就一直很喜歡 平時放假休息一下 然後會穿上出來玩 這個是咱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然後可能就是有一點點 文化自信那種吧 然後就覺得穿上可以又好看 又可以弘揚咱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不少漢服愛好者表示 新村漢服可以令他們找到文化自信 也可以在互動交流中 混揚民族文化 漢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典型符號 文化是民族的根 如果沒有文化的話 我們可能不知道我們來自哪裡 又去向何方 中華傳統文化能大力復興的話 是很好的一個趨勢吧 我們景區的這個遊客的數量呢 是同往期相比 是增加了60%到70%的 給我們的遊客推出了 門票半價的活動 就是從今年的1月1日到6月30日 都是門票半價 我們接下來呢 還會比如說在端午節 推出一些相應的端午的活動 我們先練習的詞